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本地的感染 但其实仍然有85宗属于初步确诊 最近大型群组的感染个案也越来越多 今天也爆出了一个建筑群组 当中有13名员工和其家属都受感染 确诊者当中就以office的职员为主 至于病毒有没有传播去到地盘呢 那就要再作追踪 疫情未知何时回落 限聚令明天开始收紧到两个人 全天后要戴口罩 还有全面禁堂食 所以有很多一中两味惯了限早茶 赶及最后的一餐 新冠肺炎疫情失控 政府推出加辣措施 包括全港食市全日金堂食 商场的美食广场也要封闭 体育场所和泳池关闭 禁聚令收紧至疑人 另外强制市民在室内和室外公众地方戴口罩 做运动和吸烟都没得豁免 所有措施明天生效为期七天 其中大家最关心的一定是吃市传的金堂食 先不要想明天午餐怎么解决 先看看今天最后的早茶吧 我每天都喝的 今天会不会吃得更丰富呢 因为今天我们也更丰富了 明天开始就没得喝茶会不贯 当然了 钱就开回它 隔阻一点就不要一刀切 会不会担心 即是来到禁堂食可能延长呢 会的 我也有心理准备的 来到一个星期都没得喝茶 茶客又怎样解决茶忍呢 早餐又有些什么着落呢 家里有茶叶在这里 只不过早上来喝茶 就方便大家和朋友一起聊天 聚一下 自己家里有茶叶的 那出去有点心店有外卖的 除了茶客 新规礼客酒楼同样苦不堪言 很担心 你不知道这个疫情 它什么时候才会停止 维持不了 因为我们的卖卖的销量 是真的很低微的 最后会买点三到五 会做一些小菜 煎炸的东西 我们就暂时不坐着 因为煎炸东西 如果卖卖你拿回去 都不好吃 都是精点那些会多些 我们今天才会决定 是怎样安排人手 大家都会乱住放假 疫情之后 茶楼经营已经很困难 这次只做外卖生意 但成本都会增加, 佳因 我们以前是用法宝胶 现在就转到那些 可以明菠萝钉的那些胶盒 如果客人摊档 那些客人可以拿回去自己去钉 一班茶客就要忍一忍 下次早茶再会 这一班打工仔 平时就会去趁放午餐的时间 出去吃饭 不过现在就唯有叫外卖 今天有人捉住堂食的尾巴 吃完这一餐最后五餐 吃完今天 看着走着走着 再不是就吃少多一餐 疫情之下 你也没办法 那你确保大家的健康 我们公司也有写自由 这一星期会带饭吃 还是怎样 我不带的 都是 买外卖 回公司的 就说可以买外卖回去吃 但外勤人员 就要迫在外面吃饭 你觉得有些工种的人 会比较麻烦吃 这个下午都没得吃 很多 地盘老 没有 对你来说 影响大不大 你觉得全日金堂食 对我 就不算大 但你说对后面的师傅 就可能大 因为他们在这个地盘 或者怎么样 都没有地方给他们吃饭 都是这样 不是 是 我没办法 你出不了的食物 坐地下 我们始终要做外卖 我们之前不送外卖 现在都一定要去做 希望可以帮补一些 我们要买面罩、眼镜、手套 那些手翼 那些我们全部都一定要供应 我们的同事 也要确保我们的同事 上班是安全的 餐厅为明天的禁堂食令 都各出其招 希望外卖的生意 可以维持到新计 另一方面 大家可能多了自己下厨的机会 不知道街市和超市 又会不会引起 新一轮的抢货潮呢? 现在我身处在旺角的街市 人流和以往都差不多 让我到处看看 当口的情况是如何 先看看蔬菜 眼见菜价都跟平时差不多 没有特别调整 本身都已经不出来很久了 长期性,我们都是买整个星期的 生命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 自己都不爱吃,就不用说话了 没买菜就麻烦一点 因为家里没有这么大的地方 放这么多东西 譬如像蔬菜 又不可以放这么久 这个问题大一点 买的时候 要想一些可以储存久一点的东西 又要煮的时候 有时候又是… 平时我们煮惯的配搭 可能又未必一样 可能没有什么材料 又要想… 可能有些创意 至于肉类 例如猪肉价钱贵了一点 另外很多市民都拥去凍肉店 买凍肉 现在我们很多 买了带子、鸡腿、猪肉等等 有疫情多了 出来买菜回去煮饭吃 最多买的是什么? 你买海鲜的? 鱼、虾和鲍鱼 鲍鱼便宜 看来街市又不见有新一轮的抢货潮 但超市竟然出现这个情况 我们发现 由昨天政府既朝一出之后 市民纷纷去到超市抢货 给钱的人龙长到几个圈才见龙尾 抢购的货品,猜猜是什么 米?不是 纸巾?不是 还是清洁用品?也不是 通通都不是 大家是… 抢水 还有蔬菜 还有肉类也是抢购目标 因为现在多数吃冰箱的东西 冰箱全都充满了 最多是买些菜 所以就算我今天买菜 我家里也有东西吃 工仔面、午餐肉、罐头、火腿 是不是也有点恐惧? 因为外面怕没东西吃 现在这样的环境,大家都明白 这么热的天气 再加上有疫情,真的不要到处走 想买菜的话 网购也可以 这个应用程式就可以送到你府上 让我买个齐心抗疫蔬菜篮 这么快就到了,很厉害 看看里面有什么 看到表面有袋冰 其实表面和底部都有冰 令蔬菜可以保持新鲜 的确有很多菜 看到有黄菜、菜心 还有黄菜、蘑菇 还有很大粒的青萝卜 还有甘笋 看到这种颜色很健康 南瓜 这个很適合我妈煲汤 很棒 当然不少一点的淀粉 薯仔 很漂亮,还有番茄 感受到这个番茄有很多汁 还有这个煮菜的配料 有乾蔥、蒜頭和薑 這些蔬菜全部都是精挑細選 重點是全部都很新鮮 所以保存期比較長和長 這一攬的蔬菜 也可以煲湯、煮菜 簡直可以發揮到我賢妻的一面 疫情發展至今 全球的確診人數已突破1648萬 累計的死亡人數亦超過65萬 真的從來沒人想過疫情這麼嚴重 說話又不是這麼說 因為有個日本網民找回一份 在1990年5月2日 即大約30年前的日本報紙 當日的頭版大致標題寫著 在2020年全世界將會有一半的人 染上傳染病 難道真的有先知? 大家不用這麼驚訝 只是2020年傳染病和疫情有點吻合 但其實它的內容和現在很不同 還有,其實每年都不知道 有多少這些預言周圍都有 不過剛好有些接近一點 大家就會放大來看 我計我說 大家預期不如在這裡研究 預言准不准 不如聚焦眼前的問題 所以應該要緊貼東張西望 稍後見 回來東張西望 由明天開始 全港將會沒有糖吃 但外勤工作的人 仍然都要上街工作 例如一些清潔工人、派傳單的人 甚至乎送外賣給你的外賣速遞員 他都要吃飯 現在沒有地方吃飯,怎麼辦呢? 我看見有人在網上說 中環有些房間出租 給人吃飯時間使用 每個小時30元 但你想想,只有30元 還有多少間房間呢? 我想到這個計劃 現在很多旅遊巴 因為沒有遊客,沒有學生 很多人都停工了 不如開一輛旅遊巴出去 然後讓人上車 計人頭計,對吧? 然後又有冷氣 在這裡享受一個蹲在街上熱熱吃 不過我不知道有沒有辦法? PATRICKSIR,你真是創業的奇才 我只是想,如果沒有飯吃的話 有什麼可以代替呢? 不知道這件事又能不能代替呢? ABC三個字,小孩子都懂 不過最近ABC這三個字 就跟FITBOW、健康、神奇、滑翔等康 究竟為什麼它這麼厲害呢? 那是因為最近一個韓國的健康節目 大大力推介一種叫ABC果汁的 減肥修身方法 說荷里活明星Granith Paltrow 健康得漏的身形就是靠喝它 也有人試過以ABC果汁代替早餐 喝三星期之後 以為減了11厘米 這麼誇張 難怪被稱為 像奇蹟一樣的減肥果汁 社交平台都被ABC果汁洗版 它可以說是今年最多人 跟隨的減肥方法之一 什麼? 還只要維持原有的午餐和晚餐食量 還有維持原有的運動量 靠ABC果汁就可以瘦身和瘦腰 真的很吸引 ABC果汁到底是什麼? ABC三個字母 其實是各自包含了一種蔬果 A就是小朋友都認識的 A為蘋果, 蘋果 B就是B為B, 紅菜頭 至於C就是C為C柚子, 甘筍 好, 它們分別的營養成分是怎樣的 說了紅蘿蔔鮮, 即是甘筍 其實它也有胡蘿蔔素 幫助我們保護眼睛的健康 可以預防夜盲症 還有保護身體的黏膜細胞的健康 所以也有助增強抵抗力 至於紅菜頭是紅色 其實那種色素叫甜菜紅素 也可以幫助我們做到降血壓 保護心血管等效果 而至於蘋果 它主要是給我們一些纖維 還有一些礦物質, 譬如甲質 這三種蔬果這麼有營養 又低熱量, 而且又這麼容易買到 嘗試自己做也無妨 製作方法很簡單 我們需要一個蘋果 一條甘筍 還有三分之一的紅菜頭 如果我們想攪拌的時候 順暢一點的話, 就會加少許水 我們這次需要攪拌機 因為我們想吃當中的果渣 攪拌機就最好了 這個份量稍後攪拌出來 就是一杯差不多330毫升的 ABC果汁 好, 預備, 開始 二十多秒後就攪拌均勻 謝謝 整杯ABC果汁的顏色 都是跟紅菜頭一樣的 很濃稠, 很多渣 好像拌勻一樣 多漂亮 先嘗嘗味 聞起來雖然很大股甘筍的味道 但喝起來, 其實蘋果味是佔大多數的 很甜的 因為它太稠, 應該很飽肚 這個ABC果汁的比例 就是兩份蔬菜, 一份水果 其實這個比例是不是最好 因為主要的水果除了有纖維之外 都會有果糖 而如果我們每天攪拌太多的果糖 其實都有機會令到我們肥胖 所以加一些蔬菜 主要是水分和纖維 就可以令到卡路里不會太高 這個ABC果汁 其實就更加多蔬菜 用了兩份蔬菜 所以變成其實都可以平衡 用熱量攝取, 都是一個很好的比例 一杯330毫升的ABC果汁 那個熱量究竟有多少度 其實如果用這個份量去計算 大概一杯都有130個卡路里 如果跟我們平時吃一個 正常的三文治早餐去相比 其實一個三文治 至少會有200個卡路里 至300個卡路里左右 變成如果只喝一杯這些果汁 去取代了正餐 我們都可以減少到 大概100卡的熱量吸收 我想大家都很好奇 到底連續飲用ABC果汁 對修身是否真的有效呢? 好, 就讓我們派出希玲 親身做測試吧 看看ABC果汁是否真的這麼神奇 要知道飲用前後對身形有什麼變化 當然要記錄下飲用前的 腰幅尺寸和磅數 在飲用ABC果汁的療程前 我會先量量量身 是否會量量腰? 對, 我們現在先量量量腰 先量量量腰部 好 先量量量腰部位置 這裡 你的腰部位有大概63厘米 我們量量量腰部位置 很多 大概有80厘米 再去過榜 量體重和體內脂肪 體重方面呢? 體重方面現在是47.9公斤 視乎脂肪比例是21.9公斤 其實希玲的身形相當標準 不知道她再喝ABC果汁 還有沒有進步的空間呢? 今天第一天喝ABC果汁 在接下來的七天裡 希玲每天早上只會在空肚之下 喝一杯ABC果汁取代早餐 其餘的午餐、晚餐和運動 都跟平時一樣無變 到底連續喝七天之後 會否有出人意表的效果和反應呢? 今天第七天喝ABC果汁, 完成 怎麼樣…我有沒有瘦? 我們看看數據 真的輕輕了一點 比上次也輕了0.3公斤 其他部位呢? 我們看看腰圍 腰圍方面反而比上次多了0.5cm 但是肚腩那裡瘦了1cm 我相信減了的份量 又或者減了的體重 可能都是源自於 令你的排便好才會有這個效果 你說得對 因為其實我也有挺嚴重的便秘問題 我有時候一個星期 真的有一次 但是我喝完ABC果汁之後 七天喝了, 我也不像廁所 那真的能幫到很多手 令你可能排走一些宿便 變相體重上也會減輕了一點 解決了肚子穀的問題 對於有便秘困擾的人來說 也是一個天大的喜順 但是我們最期望看到的腰圍減少的效果 似乎做不到 我這次瘦了0.3kg 其實也很少 跟我只做了一星期的測試 這麼短的時間性是否有關 我想也不是太大關係 因為三種蔬果的組合 也未必跟減肥有直接的關係 因為這個ABC果汁 只代替了你的早餐 其實下午和晚上 都沒有一個指定的食物限制 對, 喝完這個ABC果汁之後 基本上我15分鐘之後 已經開始很肚餓 然後肚子不停在這裡叫 變成我午餐和晚餐 都不自覺吃多了 雖然這個ABC果汁熱量很少 只有大概130個卡路里 但始終它沒什麼飽肚感 就像你所說, 吃完就很快就肚餓了 變相不自覺地 午餐和晚上都會多吃了份量 還有ABC果汁缺乏了蛋白質和澱粉質 如果用來取代早餐 營養就不夠全面了 始終這些蔬果汁 它的格質的成分都是比較高的 所以不太適合一些有腎病的人士 而另外一些低血壓的人士 其實也不適合 因為喝了之後 會令到他們的血壓比較低一點 就更加容易出現頭暈的狀況 在疫情之下 相信很多人家裡的廚房 都是保持著長滿的 前幾天我看到肥媽的短片 看到她家裡廚房有四個雪櫃 裡面全都塞滿了 她還說如果不出門 都可以吃到兩個月 代表肥媽的房子真的很大 千萬不要讓我老婆知道 原來家裡可以有四個雪櫃 那是我的事 Patrick Sir, 你家裡也不小 不知道你有多少個雪櫃 又塞滿了多少個 沒有四個… 書櫃我有四個 書櫃比雪櫃還大 你不說, 現在不是說書房 我們說廚房, 阿爺廚房 吃遲一會兒 來到果園 新生煎煎的, 吃一隻吧 你吃不吃? 留給你 我看著那個招數而已 跟著你 是, 吃一隻 吃一隻 如果丟掉… 鼎爺和阿譚為全新一輯的 阿爺廚房開工 近日天氣很熱 鼎爺和阿譚又去招臨又去田 真是熬得 抗血之助幫助 好… 阿譚, 這棵椒樹 是 除了椒可以吃 椒還有什麼作用呢 你看看, 漂亮嗎 漂亮 是不是很香 我記得你說過 你說韭菜最重要是有光澤 是 其實來到也很開心 是 例如看到這些, 它立刻給我 是不是那些白蘭花 是, 以前那些村菇是這樣的 來到, 我要搭配環境 今天搞什麼 有幾樣東西 像那邊的狗菜田 男人一物, 別人說我不知道 是嗎 但真的很辛苦, 頂爺 你能不能頂嗎 頂爺 不能頂就要頂 你剛才不是頂得 把我穿上去煲 是, 怎麼了 剛才突然說 重點說, 阿譚, 這樣 平時從來都沒有這樣 我們很少肌膚之親 他突然捉住我的手 但他的頭也倒在地上 然後好像很不太行 我立刻站著, 別動 頂爽… 對…他拍攝, 頂爽… 幸好剛才有水喉 我衝了一輪, 鬆一鬆 意思是我不想再多來一天 大家都辛苦, 是嗎 所以今天是搶了一點 為了節目, 真是辛苦你們了 是…你們都辛苦, 陪伴我們瘋 你們記得看 是 好, 熱天氣已經連續了18天 一出門口就立刻出汗 出汗有多奇怪 熱到出世才出奇 是 你知道台灣現在很多地區 都熱到有38度高溫 有個網民有一天帶了雞蛋回家 因為沒有開冷氣, 很熱 家裡的廚房竟然變了溫室 他隔了一天, 有隻雞蛋 敷出了雞仔 雞仔這麼神奇 那隻雞仔怎麼辦 沒辦法, 只好當寵物一樣養了 就是他, 不過正確 現在反正大家 沒甚麼世藝留在家裡那麼多時間 按照我說, 雞蛋買到回家 當然是放雪櫃 這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拜拜 拜拜 by bwd6